之前咱们做那个超大火柴视频的时候 我还剩下了将近一万根火柴 那么今天我打算用这一万根火柴来制作一个美食 火柴烤鱼 首先我们把这一万根火柴给它放到这个铁盆里面 等一下我们烤鱼就在这个铁盆里面完成 之前我也做过一期火柴烤鸡的视频 但是鸡最后没有熟 那么今天这个鱼肉它更容易熟 看看能不能烤熟呢 咱们拭目以待吧 火柴弄完之后咱们就来把鱼处理一下 首先把鱼鳞刮掉改上花刀 接下来就是腌鱼的步骤 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 它直接决定这个烤鱼最后好吃还是不好吃 先放入生抽 再来点捞抽 姜和蒜为什么没有葱呢 这个就非常有讲究了 因为我没有葱 还有一个火鸡面的调料 为什么要放这个呢 告诉大家 因为我正好看到旁边有一袋 调料放完之后 封上保鲜膜腌制久久81天 时间已到咱们把鱼拿出来 裹上锡纸 造型还挺好看 然后咱们把这个火柴往旁边扒拉扒拉 把鱼放在中间 最后我们再把剩余的火柴盖在上面 好的咱们又来到了上次点燃超大火柴的地方 这是一个荒地 那么一万根火柴究竟能不能够将鱼烤熟 谜底结角 我去 这次再不成功我就不干了 我天哪 这些火柴竹竹烧了半个小时 我就不相信 这下还没熟 我们把鱼拿出来 我们来把这个锡纸打开 这忍不住了 我要闻一下 太香了吧 这简直比我去店里吃的还香 我现在要来尝一下 可是我没带筷子 咱们就来个手撕烤鱼吧 没熟